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学会 台湾教师年们共同召开 反对以北京为立场的教科书的记者会 上个星期五 教育部讲解课纲尾条的名义 宣布要对高中的历史地鲁 课本里面有关台湾历史的若干内容 以及用语的进行大幅的调整 其中包括早已被历史学界 秉弃不用的光沐的用语 又会在唐和黄诗的写入课纲里面 事实上我们知道光沐一词 其实都代表中国来的中国国民党 外来政权的知名统治 台湾经过二十年来的民主化 好不容易台湾人已经可以当家做主 已经逐步实现主权战役 包含总统治疗 台湾人在两千零八年的时候 选出一位号称为新台湾人的马英九 作为总统 但是这五年来 凡右总统不但是经济上土 使得六三三飘飘 现在更是变本加厉的 逐步露出他那种知名者的本质和面目了 本来靠先行高中课纲所编转的历史课本 在二零一二年的八月才开始使用 也不过才使用一年半而已 那为什么这么急切的 在没有经过征询各界专业的意见 而且也不顾教科书出版业界 以及基层学校教学者他们的想法 要这么轻率的宣布要在今年的八月 就要求历史课本必须按照所谓微调后的课纲 来重新转写 而且我们去看 他的整个历史课纲的委员里面 除了包含像台大王晓波教授 西亚林教授之外 我们也看到了近日指称 为台湾的管制版言论自由 而殉道的郑南宏先生 为炸弹课的成大历史系教授王文霞 也是在里面 像这样的一个急切的 为什么这么急切的要来做这件事情 我们讲背后 背后 背后 而且我们在想说 他要再次用光复的用语 这件事情表示什么 表示说是不是这些具有中国意识的 不管是学者 甚至败有殖民者本职的蛮有总统 是不是要想在台湾再次的进行殖民统治 是不是要为未来的外来政权统治台湾 做准备呢 我们知道现在唯一被台湾最大的威胁的 就是来自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我们在这里 非常要很严重的 要来谴责马正这种意识形态 来干涉台湾人的史观 甚且把他的黑手插入我们台湾的基础教育里面 对我们的未来的年轻人 未来下一代呢 来灌输大众的意思 以作为将来台湾 接受万来人民统治 另一章的开始 今天我们邀请到好几位 学者 专家跟老师呢 来跟各位来谈这件事情 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台湾历史学会会长 蔡景棠 蔡教授 第二位是台湾就是你们们理事 萧小林 萧老师 第三位是长龙大学容易讲座教授 庄万寿 庄教授 第四位是台北教育大学 台湾人患教授所教授 李晓峰 李教授 第五位是土人大学历史系 陈均凯 陈教授 首先我们请蔡会长 第五位是台湾历史里公建 第六位是台湾历史的 台湾历史的 感谢观看